你感兴海上这块400平米 还没篮球场大的平台 居然是一个国家吗 麻雀催小五脏俱全 这里头有酒吧 餐厅 礼品店 还有邮局 而这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国家 玫瑰岛共和国 这里的总统名叫乔治·罗萨 是个意大利的工程师 在此之前他还口袋空空 就连载女友出去玩的车 还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露天小四轮 结果没有牌照 半路就给交警拦了下来 谁知人家一查 好家伙 连驾驶证都没有 乔治百般便挤 自己亲手造的小四轮 哪里还要牌照和驾驶证 交警见他不服从 下一秒就 这下 女友也被害得留下案底 气得就要和他分手 说他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 乔治这一听 活在自己的世界多好 虽然现在生活的这世界 确实不是自己的 但我可以见一个呀 可问题在于 要怎么见 而在几个月后 乔治在做兼职 给赛车手举牌标试试 目光瞥向了一边的广告牌 我的平台 你的自由 对啊 在公海建个国家不就行了吗 谁知由于他没有举牌 车手来了都要歪着头看 结果 第二天 乔治就找到自己的好机友 商跑该如何在海上建立国家 首先他们需要钢管打地基 但光是造个小平台 就需要几十根支柱 这样不仅原力上是问题 就连钱也是个问题 可这难不倒平时爱倒步的乔治 他转头做起实验 可以搞个空心架构的钢管 这样不仅能服在海上方便运输 价格也更加实惠 最后打开钢管前面的盖子 就能让水进到里面 从而把空心钢管变成实心钢管 计划一切准备就绪 是时候建国了 怎么在海上建造一个国家 你只需要拖上九根空心钢管 接着挨个爬上去 打开前面的盖子 海水就会进到钢管里头 这样就能沉到水里 变成完美的实心之主 最后再搞上400平米的平台 玫瑰岛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 就算海景来了都不怕 咱这是独立国家 你们可管不了我 行 祝你们顺利 俺们溜了 乔治兴奋至极 虽然现在这里啥都没有 但他还是在这待了一晚 坐在躺椅喝杯小咖啡 吹着海风看看大海 心情真是美滋滋 然而前一秒的天气还很好 下一秒就忽然狂风暴雨 唯一的遮阳伞都给吹走了 不过好在平台坚固 啥事都没有 就在这时 海上传来求救声 原来是个海上漂流者 他还是一名电焊工 几天就帮玫瑰岛盖上了瓦砖房 而有了第一个居民 就会有第二个 这个男人世卫公关 他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 不仅给这块岛国起了玫瑰岛的名字 还设立了官方语言 并在意大利的港口弄了筷子示牌 做起了旅游行业 附近的居民见这忽然兴起的国家 纷纷前来凑热闹 短短不到一周 玫瑰岛就人山人海 每天的游客都络绎不绝 海上全是廷伯的小船 之后有魏美女毛碎字简 这里虽然啥都好 但就是酒吧啥都没有 于是他就这样入住玫瑰岛 当起了酒宝 很快 乔治就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多亏了国家是独立的 压根就不需要交税 但很快 问题就来了 天啊 海上这块400平米的地方 居然是个国家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纷纷想要一堵宣扬自由的玫瑰岛 可在总统乔治的前女友眼里 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度假村 根本不算个独立国家 乔治想想也对 转头就给自己安排上了总统的职位 并向联合国发出建国申请 谁知联合国不仅没拒绝 还向意大利政府报告 离你不到11公里的海上 见了个国家呀兄弟 这下 意大利瞬间紧张起来 他们派出调查员前去玫瑰岛一探究竟 怕的就是那里要搞些什么闹堂 结果调查员去了之后 居然也被这里的乡土气息迷得不要不要 二话不说就成了这个居民 意大利气急败坏 胆仅通过媒体说玫瑰岛的坏话 谁知消息一出 全世界都知道了 成千上万人向玫瑰岛发来邮件 纷纷想成为这里的居民 而意大利政府也更火大了 他们再次派出调查员 打算靠前收买总统乔治 只要他解散国家 那就有数不尽的钱财 但乔治一心只向往自由 他压根就不在乎 行吧 软得不行那就来硬了 政府转头就把乔治的父亲强制退休 还把他身边三个行政官全都收买了 而且意大利部长还告诉乔治 由于他们怀疑玫瑰岛的建立是用来逃税 因此现在国家将会采取行动 把玫瑰岛炸的炸都不剩 谁知隔天 岛边就来了搜军舰 开始是要玩真的了 随着消息一出 先前被收买走的几个核心居民全都赶了回来 毕竟这里的建造也有自己的份 哪能做事不管 只见他们手拉手站到平台边上 以此来抵抗军舰的攻击 然而随着几发炮火袭来 你压得还真敢轰啊 但你们越轰 咱就越兴奋 咱们就站着了 刘种派人来抓我们呗 最后 海军在支柱上安放炸药 当着乔治的面 就把玫瑰岛炸的滚滚浓烟渣都不少 而这 就是意大利至今以来 唯一一次发起的国家侵略战争 别忘了 这可是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玫瑰岛的不可思议的历史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